手提大包小包的行李排队下车 一旁的队长口中不断喊着平安 因为两辆车一同出游 其中一辆却在山路翻覆 还有成员因此丧命 不幸身亡的郭姓林长 当天早上五点多就拖着行李前往集合地点 怎么也没想到开开心心出游 却混沌太平山 丈夫目前则还在医院治疗当中 环保志工团举办为期两天的旅游 5号一早先是前往太平山梦幻小镜 结束剑情古刀的行程后 却在前往旧知泽温泉的路上早遇死结 环保志工团队这趟旅程 一共出动两辆游览车 事发当时这些人搭乘第一台车 这才性免遗难 尤其我们里长对我们非常的照顾 里长也受伤了 对啊 所以里长也受伤了 我们就真的 我真的好难过 一起出去没有一起回来 我的好朋友走掉了 志工团员大多都是相识好几十年的邻居 如今相约出游却发生翻覆意外 郭姓林长不幸与命 更让亲友悲痛晚分 今天新闻杨壮桥 黄奇洋